这两天网络上朋友圈还有办公室茶余饭后的话题都被杨幂给承包的 杨幂与刘凯威离婚的消息对广大网友真是一个重磅消息的 但是既觉得意外又觉得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 因为杨幂作为娱乐圈的当红小花 当年他敢在事业上升期公布恋情和结婚 又敢在他事业发展正红火的时候 他成功不离婚 看多了明星为了事业 即使离婚也会隐瞒大众的事 瞬间感觉杨幂这个女人还真是有魄力 本来对杨幂只能算是路人不黑不捧 现在真的已经被他圈粉了另一方面 正是因为杨幂事业做的红火 所以对家庭的付出相对减少了家庭 本来就是需要双方共同维护像杨幂这样 工作几乎占满了整个生活 这对于家庭对于婚姻都是致命的及时赚再多钱 但家庭的温度用钱是买不来的 还记得周星驰与刘嘉玲电影里的经典片段吗 刘嘉玲对周星驰说老公你饿不饿 我煮碗面给你吃啊 著名美食家蔡兰在接受采访时 曾经说过自己和妻子关系很好 自己很依赖妻子 因为妻子永远知道自己最爱吃的是什么 看来老话说的没错了 想抓住男人的心 得先抓住男人的为先学两道简单又下饭的菜 这两道菜搭配起来营养均衡 并且制作时间30分钟 就能完成可谓是既简单又美味 赶紧学了做给你家那位大猪蹄子吃吧 哈哈 首先先来个素菜骨皮煎椒 食材只需要三个青椒 一个大蒜和少量豆豉 首先把辣椒切成段大蒜 豆豉都开扁在热锅上 刷一层油放入青椒用中火煎 一边煎一边按压青椒的 两面都煎得有焦色了 就盛出然后另击一锅 用小火把蒜和豆豉炒香放入辣椒 加一点酱油即可出锅 听说男人都是食肉动物 那再来个红烧羊肉 冬天吃羊肉也比较适合食材也简单 500克羊肉 50克白萝卜 一根大葱 一小块生姜 一匙花椒 一匙酱油 首先把羊肉洗净切块放入沸水中 吞一下老鼠洗净萝卜洗净其大块 葱 将洗净分别切断 拍松在锅里加入羊肉汤烧味 然后加入羊肉 萝卜 酱油 盐 姜 葱 花椒 烧至肉烂后盛出 美味的红烧羊肉 就完成了大家还有哪些不一样的美食 或不一样的制作方法 可以一起分享啊 可以一起分享啊